哎呀这边一下就没人了 拐过来之后 这就小区了 看到了吗 住宅 在这种地方啊 我就可以录录像了 因为没人打扰 怎么还帮一个录像 风就来了呢 我刚才说到共产党的问题啊 我就会再说一遍 就是什么呢 你在瑞典的体制下吧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民主的 这么一个社会 就是老百姓有投票权 那么他的这个社会民主党 也就是他说白了 就是共产党 他想实行一些 这个管理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要实行共产 他就给通过 增加人民的福利 减少这个贫富差距 来这么做 那这个做的时候呢 你做得好 大家让你继续做 你做得不好 大家就把你投下去了 说白了 你可以看瑞典的这个历史啊 他这个社会民主党 不是一直执政的 中间有短暂的几个时期啊 他被选业去了 变成在野党了 所以他就给努力的干好 而中国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国老百姓啊 他没有投票权 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够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也就是说他干得好 他留在这 他干不好 他还留在这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就不需要干好了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永远在那待着 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如果你在现行的中国的体制下呢 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矛盾太太深刻了 这就是当年啊 这个法的精神 也就是孟德斯鳩 他所阐述的一种观点 权力一定不能够集中下来 权力要分散 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这没办法 而且共产党的理念是对的 节省贫富差距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贫富差距吧 你不能够完全消除 也就是说你当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工人 一个工资的时候 没人去大企业家 太费脑了 所以说那个差距一定要存在 但是要把它缩小到一个最低的范围 这就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本质